北京时间8月20日,亚运会正级站震撼,中国体育健儿们也是遥遥领先之亚加达亚运会金牌统计表的榜首。 在这样关乎国家荣誉的时刻,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种别样的情绪,希望自己喜欢的运动员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,这也许就是体育竞技的魅力,又过激动,又过努力,流过无数滴汗水,在梦想成真的那一刻时刻是什么滋味? 对,我想只有经历过的体育健儿们才最为清楚啊,亚运会正进行着,但是NBA的休赛季也没有闲着,就在刚刚,NBA又发生了三条消息,分别与克莱·汤普森,吉诺比利,鲍尔有关,这个休赛季随着考先生的加入,勇士队组成了五个全明星的恐怖阵容。 但是其中有一位,那就是汤普森的合同下课赛季结束就到期了,当护理一年有3480万,杜兰特一年2500万,格林一年1640万的时候,丝毫不逊色,与护理的克莱却只能拿到1780万,这个数字显然跟他的能力不符合。 但是随着考心思的加入,下个赛季的勇士队再也拿不出一份顶星合同了,克莱的去向也一直为人所猜测着。 根据直播吧的消息,克莱终于做出了正面的回应,我已经说过好多次了,我想要终身留在勇士队,我跟勇士队已经在商讨许约的问题了,我们双方都有着共同的梦想。 当记者去问下赛季,会不会去考虑自由市场的时候,唐普森说,这杯,常难说的,但是我也会去看看,我的第一目标肯定是勇士队没错,不占球权,投篮稳定,防守突出,这样一名出色的球员,等他合约结束,别的球队肯定会开出高价来挣多的。 不管怎么说,最后还是祝福克莱,希望他找回自己,拿到合理的薪资。 吉诺比利先年41岁,无论前面他打得多么的烦恼烦童,但是最终还是得败给年龄啊,关于下赛季他还打不打的问题,现在他的哥哥做出了正面的回应。 根据直播吧8月20日的消息,今天马努吉诺比利的哥哥塞巴斯蒂安吉诺比利在推特上,表示马努下周将宣布他的决定,那个20号还没有表示他是否继续挣战NBA,但是我想下周就会有消息了。 而在上个赛季,吉诺比利为马刺出场65次,场军8第9分2.2篮板2.5助攻,已经41岁了。 跟卡特相同的年龄,卡特选择比心是约了老鹰队,但是腰刀还没有正式做出选择,再等一个星期,就会有最后的结果了。 胡人对新新郎左鲍尔确实天赋出众,但是他有着一位大嘴巴的父亲,就在今天他的父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又发表言论了,根据直播吧的消息,记者问鲍尔是否会让球队变得更好。 这么跟你说吧,鲍尔身上一直都有一些很出色的特质,从刚中到AUU到任何地方,他都能让队友们打上球,事实就摆在眼前。 就像我说的那样,鲍尔能让身边的所有人变得更好,包括乐布朗,不管在球场上的是谁他都能让他们变得更好,所以你可以把龙夺放到场上,鲍尔会让他想和自己一起打球,或去和鲍尔一起效力过的队友,从来没有一个曾说过自己,不想再和鲍尔一起打球。 球爹继续说到关于加赛季的手法问题,龙夺和鲍尔,他的父亲还是希望他们两人能够在场上共存的。 但是上次的说胡人队就是他儿子的球队,詹姆斯都得帮他打下手,这就显得有点不实实物了。 不管怎么说,有一个特别关心自己孩子的父亲,对于年轻的鲍尔来说,终究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。 以上就是最新的三条NBA消息,欢迎大家发表不同的看法。